巴黎奥运在26号即将登场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接受电视访问时保证 开幕式会在赛纳河上举行 而法国体育部长更透露 可能会邀请到重量级歌手前来现场 因此现在各大媒体都纷纷点名了热门表演人 像是除了流行天后女神卡卡之外 已经四年没有公开表演的 加拿大天后席林迪翁 在23号更被发现惊喜现身在巴黎街头 也引发各界的揣测 尽管面对维安跟水质疑虑 法国总统马克宏挂保证 开幕式会在赛纳河上举行 替26号登场的奥运揭开序幕 使无前例的开场万众瞩目 法国体育部长更透露 可能会有重量级歌手现场 露出笑容像歌迷挥手 加拿大天后席林迪翁 因为健康问题 已经四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演 23号惊喜现身巴黎街头 引发各界猜测 网路盛传流行天后女神卡卡 也可能出席开幕式 奥运带来庞大观光人潮 CNN记者带你走上街头 体验道地的法国风情 来到露天咖啡座 点一杯浓缩咖啡 走进面包店 询问当地居民的必买清单 大家一致推荐的法国长棍面包 成分有严格规定 是当地面包店的人气商品 想要畅游巴黎 又担心塞车噩梦 当地政府新增共享单车 设立行人徒步区 试图舒缓交通问题 实际来到观光景点 却发现巴黎铁塔 被铁丝网遮住 假期两公尺高的围栏 国际情势紧张 巴黎反恐为安全面升级 企图打造安全环境 让参赛选手跟观光客 对巴黎留下美好印象 确定词编译